视障者在都市中行走 到底有哪些不方便 有一群人特别戴上 模拟视野缺损的眼镜 甚至用口罩把眼睛整个包住 亲自来体验视障者的感受 其实我们看什么东西 我们都看得到 但是当你把这一个墨镜 进入到一个全黑的状态的时候 其实心理上是很惶恐的 其实就会变得很害怕的感觉 就是万一碰到了 或者万一跌倒了 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那个状态 怎么短短一段路 好像走了很久这样子 所以就觉得说 浑身就觉得很害怕的那种感觉 就是说你好像看不到路 然后看不到路上的状况的时候 其实心理是蛮害怕的 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 可能在盲人的生活上的不便 我们可能就在这个时候 可以感受得到 OK 虽然明显从被翻过来的对 因为我刚刚有特别看到 就是因为我们最近这个红绿灯 是让行人先有 先亮了 先绿灯了 然后车子才绿灯 所以我看到它其实是 虽然绿灯已经亮了 但是它没走 因为它在听那个车子走 所以它晚了好几秒 那我觉得如果绿灯可以加上一些声音 会对它会比较有帮助 那第二个就是它刚刚也讲了就是 就是万一那个它前面有车子 就即使是绿灯 前面有车子假如是右转 那它完全会不知道 就是要推其实是很费力很难的 这种环境这里 这种对于不管是市障的朋友 都很危险 那对于推轮椅的人 这个呢都是很障碍的一个状态 这场市障者体验行动 是由基隆启明光怀弱势协会 结合文化局社造计划来主办 协办单位是基隆盲人福利协进会 结合教育部青年署职场体验的 市障者平权推广计划 现场还有市政府社会处 跟基隆肢体新生协会 挤随损伤者协会 一起来共襄盛举 那今年当然就是想说 把我们的市障朋友日常走过的地方 然后由市障朋友带领我们 一起走过我们基隆市 把眼睛蒙起来去感受 其他的车声 鸟声 雨声 还有去感受基隆市的美 那么今天我们这样子一趟以后 就可以发觉 那个骑柔的无障碍 平整 对我们这些身心障碍的人 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刚才我们的执行长有讲到 小白杖是他们的很大的一个目标 那我们是伦理嘛 所以当你们一般看到我们这些群组在外面 如果碰到障碍的时候 请多花费你们的爱心 然后来协助我们 那尤其是我们在有阶梯的地方 必须适时的做出一部分的这一个坡道 这样可以让身上的同胞 他们在出入的时候会更方便 否则对他们来讲 根本就是寸步难行 那我想未来在这一个骑柔整坪也好 或者行人友善空间这一些部分的话 我们都会更严格更精准的来以市障身障朋友 他们的这一个需求来要求市政府做到尽善尽美 我们其实有蛮多的话 其实在医院的这个周遭的部分的话 其有的高低差的话 其实是应该要先去做一个改善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常常其实轮椅族也好 或者是我们的很多的增长人士 大家的话都会固定的去做一个看诊 那所以呢 我们之前有在讲说 微笑港湾的附近的一些商圈的周边 那会先去做所谓的气候高低差的改善 那其实呢 市域是很希望说呢 可以优先的以这种医院 或者是呢 我们一些运动 大家常出没的一些场所 来去做一个设置或者是因应 我们一起来 透过不一样的帐别 我们今天有视力比较不好的 有行动比较不方便的 那呢 我们都还有比较虚弱的 我们可以一起来体验一下 我们城市道路的状态 然后一起来发出声音 一起来努力改变我们的环境 那也再次的感谢我们的 这些声音帐团体这么优秀 然后这么努力的 一起来社会参与 然后邀请更多的大众 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些比较弱势 族群他的行动的权利 跟他我们整体社会环境的改变 那我想未来在各单位来讲 有需要我们议会 来协助帮忙我们各单位的生活所需 或是在整个行的方面 或是在各方面的生活的一个配备方面 我想意味会建立来配合我们所各单位的需求 透过这场特别的市丈者行动体验 启明光怀弱势协会 期盼唤起更多人了解市丈 和深丈朋友的需求 进而来关怀帮助市丈与深丈朋友 今天遇到市丈朋友 我怎么去协助他 怎么去协助他 就是不要当作是没有看到这个人 我们可能可以多一点点闲置住 问他说 请问这位我有需要帮忙吗 看到小白这样的时候 这是我们这次出来推广 然后问的时候 请问的时候先问他 然后再最害怕的是去触碰 就是说我们还没有问他之前 我们就去拍他的身体 他会吓一跳 因为他不知道外来外源是什么 所以我们今天最大的话题是 问然后拍 然后再去引导这位市丈朋友 他要去的地方 然后再去听听他的需求 就问拍影听这样子 透过实际的体验感受 各界都希望能逐步来落实 安全的行走环境 提升市丈者和深丈朋友 外出的安全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